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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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王子靖, 請 有勞公主先到別院休息 等呂不韋先行引領漢爺見過大王之後 再替公主跟漢爺兩位 另作安排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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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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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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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你有所不知 為了設法研究夫人和王兄回國 父王就不知廢盡了多少心思 如今真是天重人緣 大王終於能夠和夫人和王子團聚 成為大巡之福 你一定是貞兒 想不到這麼大了 貞兒向父王請安 乖… 這次夫人和王子可以平安回國 與大王團聚 女丞相真是居公至位 看來女丞相多年的策劃 果然沒有白費 若龍功龍 雷不偉豈能與烏寶主及漢少俠相比 請大王多多賞賜他們兩位 是的…人來, 先賜助夫人 這十幾年來, 真是難為了夫人 古王今天決定冊封朱姬為華貴夫人 並賞賜奴魯伯伯仁, 以公差檢 謝大王 胡應元, 難得你為了營救華貴夫人 與王子正不惜潛伏寒丹多年 足見你對大巡的忠心不義 不知你有沒有想過在秦國繼續經營木匠 與孤王訓練戰馬似的 在下年事已高, 實在不能當此續任 恨請大王恩准在下回鄉 得以安度燦煉 所謂人各有志 難得烏寶主不報虛名 請大王成全 好, 孤王一於準就 並賜你草原十敬, 量驅百匹 好, 讓你安享萬年, 謝大王 漢少龍, 你仍救夫人和王子有功 你想孤王如何賞賜你, 不妨直言 漢少龍乃是秦國人 其實救夫人和王子乃是 漢少龍應該要做的事 我都不希望大王有任何賞賜 若然父王不反對 正而希望父王任命漢少龍太父之職 也好, 漢少龍 孤王就任命你為太父 負責教到王子正的… 對了, 漢少龍 你在哪方面是最擅長的呢 我就教他武術 其實我也是… 乃是一屆武夫 其實也不太懂得任何文學上的修養 但也懂得一、兩招武…武功 那我就教他武功了 漢少龍果然快人快如 好吧, 今後你就教王子正的武功吧 謝謝 謝大王 漢大哥, 聽他們說 烏寶主要回家鄉是不是 是 其實我也有想過 如果可以跟寶主一樣 和漢大哥去一個沒人認識我們的地方 也不錯, 你說是不是 小仙知道月漢大哥放棄了所有東西 的確不容易 怎麼會呢, 我不是放不下我的名利 我問你一個問題, 小前 如果有一天 我帶你去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 那裡所有的建築物和人都和這裡不同 又或者你根本不可能適應到那裡 你會不會跟進去 熊大哥, 你是說你家鄉 是, 你會不會跟進去 自從我跟熊大哥離開危國之後 我已經決定永遠跟著熊大哥身邊 就算你帶我去一個我適應不到的地方 我也不介意 帶我們去這個地方 可能會有生命危險 你真的不怕? 不怕, 只要可以和熊大哥在一起 就算有我死, 我也不怕 熊大哥答應你 只要有盤儀一做了重逢之後 我一定會帶你離開這裡 你多給我一點時間 好嗎? 我一定會帶你去 夫人, 這些珍寶是孤皇特異命人 四周稍查回來的 看看夫人你喜不喜歡 夫人, 你不喜歡嗎? 不要緊, 孤皇立即命人 搜集其他的珍寶 直至到夫人的喜愛為止 夫人自從回到咸陽城之後 一直屈屈掛歡, 是否有心事呢? 不要緊, 你有甚麼心願的話 不妨直言, 孤皇一定會勝全你的 大王不必貴心 朱姬心中真正想要的 只怕大王永遠都給不到朱姬 傻瓜, 孤皇乃是一國之君 有甚麼事辦不到呢? 好, 讓孤皇命人 再去搜集其他奇珍義寶 再不然, 找呂不偉幫忙 以呂丞相的辦事能力 相信可以一常夫人的心願 來, 我們一起喝一杯 如此盛宴款待 呂丞相未免太客氣了 王子靖見笑了 難得王子靖賞冥光臨女婦 實在是我呂不惠榮幸之真 說到榮幸, 應該是我這個知客才… 不是, 應該是我這個陪客才對 黃太傅此言差異 今要王子靖得以回國 黃太傅居功致毀 呂不偉豈今要黃太傅作陪客 尹相爺, 路可以在廳外恭候 叫他進來 是 今天難得如此高興 呂不偉特意為王子靖和黃太傅 引見一位知名劍客 他來了 盧海拜見尚爺 魯外, 快見過黃子靖和韓太傅 魯外見過黃子靖和韓太傅 這位就是名滿天下的左手神劍魯外 也是我呂不慧身近修於門下的劍客 魯外聽聞, 韓太傅曾經用一把木劍 擊退趙國第一劍手連盡 實在令在下佩服不宜 我也是一時幸運的 韓太傅又何必過於自欠 所謂成王敗求 連盡他既不如人, 你已經輸得心服口服 對了, 魯外興了嗎?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連盡現在的下落在哪裡 連盡那是敗軍之將 根本沒有人會理會他的生死下落 在下又怎會知道他的行蹤 韓太傅和盧外似乎一見如故 來, 我們一面唱談 一面品嘗美酒皆牛 盧外, 你也進去了 謝雙元 為了祝好黃子靖平安回國 我呂不慧 特意命人準備了一個全揚宴 好讓黃子靖和韓太傅 品嘗一下文明天下的 是鹹洋第一名菜 來 這樣吃一隻羊我也是第一次的 那韓太傅就當真有好感品嘗 好… 好 老大一時疏罰 令襄爺和王子正受驚 實在罪歸萬死 若然你及時出手 恐怕王子正已經遭毒手 你何罪之有?王子正, 你沒事吧? 老大, 沒事 王子正回國不夠兩人 根本不可能和人結怨 如今竟然有人前來行刺 若然呂不偉沒有猜錯 此事必定和城樓大有關 呂丞相是懷疑王子城樓? 此事當中牽涉很多利害關係 一時間很難說得清楚明白 來, 長州的遺往後冤 是 何子正, 我們一邊行一邊再行 你要走? 當然了, 正如來了咸陽都未夠兩天 已經被人行刺 若然多留幾天, 只怕小命不保 別管你, 一兩個刺客就這麼害怕 你將來怎麼做大事? 連性命都不保如何做大事? 師父都聽到呂不偉說了 當然了, 要行刺正儀的, 是成繳 與其被抗議宮中等死, 都不妨在為上將 你放心吧, 有你師父 我在這裡你不會有事的 我們這麼辛苦才來到咸陽 難道就這樣走嗎? 行了, 有我在這裡你不會有危險的 不會有危險? 師父你也看到了 那個蓮俊突然出現在呂府 他知道我身世的 若然他向循王告密 我以為不如殺頭? 拜託你別這麼害怕 如果蓮俊是要把你揭穿 即是蓮俊是要… 是要揭穿你的身分, 他早就做了 剛才他為何還要救我們? 這倒是 不過師父 他的右手明龍被你廢了 不過, 現在變成了用左手劍 還改了姓名 當中一定有很古怪的 你現在乖 你千萬…首先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不要把一件簡單的事情 複雜化了它 那你現在的師父 我就需要靜一靜, 休息一會, 好嗎? 我以為你要做什麼事 你不想要這麼快就駕駛了 你這麼快就駕駛了 我猜不到我這麼快就駕駛了 還是為了甚麼? 我想你一定很想知道 為何我沒有在女婢為她的前 揭穿召喚真正的身分 我還記得很清楚 當你廢了我的右手之後 趙木就把我逐出巨鹿後腐 好歹我命不該絕 讓我遇到左手劍的路外 這個人心狠受難 而且對我百般虐待 不過他總算交給我左手劍法 有些人心狠受歡迎 果然進步神速 假意時日, 你的劍化必然不下於我 雷劍 你殺了腦海之後 就將他的身分居為己用 沒錯 你挺喜歡做守直劍俠 閃閃眼,還做了呂不韋的守直劍俠 守直劍俠這個名銜對我來說 我已經不再有興趣 從我看到你和趙盤入城那一刻 我就知道 這是上天賜給我真正的機會 你想要協助我? 那又沒這麼說 我只不過想和你合作 你利用趙盤來冒充刑政 無非是想積出刑政得到權位 在這方面,我和你的目的是絕對一致 從這一刻開始 我會盡力幫你協助盈政,成為太子 只要他順利登記,成為秦王 我和你就順利成章,成為秦國的左右丞相 到時,有福同享,何樂而不為 我會要相信你 我有什麼理由要相信你? 這樣就是,你沒什麼理由要相信我 只不過在這一刻 如果我揭穿你們的秘密 對我們來說有什麼好處 選人而不離己的事 我老外絕對不會做 趙伯, 趙伯, 你膽敢無形認證 如今我奉大王之命 要將你就地征法 緩兒… 娘 娘死得很慘, 你替娘報仇 娘 你為寶貝義子如今做了重國王子 安享富貴榮王 早已擺忘了一乾而乾 你細心把 娘 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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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夢而已, 不是真的 況且我已經跟陸外說了一件事 他暫時不會穿你背著的 但陸外如此卑鄙, 怎麼能相信 他這麼卑鄙當然不相信 不過只要我們給他少許甜頭 他暫時也不會亂來 那我豈不是要受他要脅? 那也不用, 你現在沒權沒勢 當然要看他面色做人 但如果將來你去做好巡王的話 你就有辦法對付他 豈不是要等很久? 不用等很久, 等一年而已 一年來你也等不到 師父, 你如何知道 啟稟王子正, 大王命奴才 通知王子正趙國派來使者 帶同禮物, 賀王子正回國 趙國派使者, 賀我回國? 趙國派甚麼使者呢? 好像叫少元君 靖兒, 別大礙吧 是嗎?王子他水土不服 有點搞長沙 所以需要一點點休息 真是竅竅 本君一到, 王子正身體不適 未能出見 蕭炎君 王子正身近回國, 水土不放 在所難免 你以為大饑荒 侮辱王子和侮辱太秦毋宜 蒙將軍, 請不必多心 本君這次入秦, 乃是一番好意 既然王子正不能夠出來 閉閣送來的賀禮 就只要由秦皇代為接收 大膽照得 你這樣做是甚麼意思 請大王息怒 敢問大王, 可知官宗之人是誰呢? 廢話 姑娘豈會知道官宗之人是誰呢? 不瞞大王, 官宗並非別人 乃是真正的王子正 簡直一派會言 剛才漢太傅先說過 王子正正在寢宮休息 呂相爺, 你有所不知 漢少龍至趙國帶回秦國之人 並非王子正 真正的王子正 早已死於趙國自子府中 閉閣大王, 為免秦皇並蒙再鼓慮 特命趙德, 運送屍首, 前來行陽 好讓大王得知真相 趙元君, 若是官宗之人 才是真正的王子正, 可有證據 王子正居住在寒丹十多年 見過他的人超過數以百居 他們隨時可以證明 官宗之人正是王子正 秦皇若言不信 趙德大可以命人開官 讓秦皇看過清楚明白 不必了, 趙皇這次枉作小人 在官宗的根本不可能是王子正 大王, 既然邵元君他言之作用 自從王子正回國之後 君尚一直亡於私無, 君尚不知此事 亦不足為怪 勞煩漢太夫將事情的此沒言 跟大家說一次 其實事情是這樣的 早在華桂夫人兩母知她回國的時候 華桂夫人已經跟大王說得清清楚楚 就說當年華桂夫人被趙皇軟禁 華桂夫人很聰明地早就料到他這招 所以就用他這招叫做靈貓換太子 早就把真正的王子收起來 而用一個假的王子給你們收起來 就白白浪費你們十幾年米飯去養他 真是不好意思 以你所言, 官宗之人是假的 不是你猜 趙德, 你居然敢抬官上殿, 如私無禮 包王今天就要把你五馬分屍 來, 來 冷靜 大王… 此事全都是閉閣大王 聽說了巨陸後趙母的主意 趙德只是奉命而為 扣大王命差, 大王命差 廢話, 今天要殺你 天下之人以為包王會怕你區區召閣 拖出去 是 大王, 大王要命啊 住慢 大王, 請聽微臣一言 官乎此人膽小如主 若斬拾此人, 只會招人非諺 倒不如搖他九命, 放他回寒丹 好叫趙國之日 都招大王歡雲大量 大王, 呂商爺言之成理 趙德, 你好好聽著 今天若非呂商爺替你求情 你早已伸手而傳 孤王現在命令你立即離開咸陽 今生今世不得搭一群鴿搬佈 放下他 聖太王不殺之恩… 你多過罪你麻糟 糟了, 師父這麼久還沒回來 會不會出事嗎 王子正剛才各身體不適 為何不多坐休息呢 你多事 奴才知罪 對了, 你叫甚麼名字 奴才趙高 行了, 你要無理的事, 先出去吧 奴才遵命 高高, 請 啟稟王子靜, 華季夫人有命 請王子杜夫人寢功一行 你這個壞人照望 在我秦王若然知道我救錯人之後 一定會大大有賞 如今不用殺透而驚萬行 去吧 王子靜, 王子靜 等奴才24周圍找你 原來王子靜你在這兒 你夫人的寢功在那邊 他一聽到那個死他監 叫我做王子靜就跑去了 我都不知道追不追好 師父的如今又不…怎麼辦 你呢…就保死到處走了 讓我看看他有甚麼動靜 好 軍上剛剛離開, 去出發見女尚爺 趙德這次前齡是有一種買賣 想跟女尚爺商談 買賣? 趙德有個關乎秦國王子認證的秘密 想出賣給女尚爺知道 你說, 究竟是甚麼秘密 賣金身處在咸陽的並不是真正的認證 你說如今這個認證是假的? 他並非秦王二人之子 你又說他並非大王之子 莫非你又知道他是垂人之子? 沒錯, 這個正是秘密的所足 正所謂家醜不出外傳 若然趙德貌貌嚴向秦王高密 難保秦王不會殺人滅口 難道本上也不會這麼做嗎? 呂商爺是一個生意人 當然知道這個秘密 對於呂商爺是無價寶 你做得很對, 的確找對人… 甚麼事? 呂商爺, 韓少爺與尚古外 唯有重要事情求見 呂商爺, 你千萬不要相信 韓少爺所說的每一句話 整件事的罪夫會禍首就是指引 你說韓少爺也知道 嬴政的真正身份? 是, 韓少爺這次前來找呂商爺 不知道有甚麼詭計 呂商爺, 你千萬不要小心 本相自有分數 來, 是 替我好好招呼少爺君 我既然韓少爺之後 我以後回來再跟你搶探 韓太傅 走 請雷尚爺賜我一死 韓太傅所犯何事?要本上賜你一死? 說起來真是慚愧 我猜不到為了一個女人 竟然令到王子靜的聲譽受損 韓少龍我就算死一萬次也不夠 請雷尚爺賜我一死 雷尚爺, 女人? 韓太傅, 你所指的何人? 我想問問呂尚爺 趙德現在是不是在相府裡? 豈有如何? 我想趙德一定是跟呂尚爺說 說我在趙國帶回來的那個王子靜 並不是真的 趙德何以這麼說? 要是我不好 在我護送公主的危覺的時候 我竟然跟趙德發生了一件 非常不開心的事 那整件事到底是怎樣的? 雷尚爺, 我也不想騙你 其實一天都是我不好 在我送公主在危覺的時候 可能是因為日久生程的關係 我竟然喜歡了公主 所謂妙挑淑慮, 君子好求 趙國公主長得年輕貌美 也很難怪是漢太傅會動心 雷尚爺, 你千萬不要誤會 其實我對公主一直都是循規道矩 沒有做過一些越軌的行為 但我一輩子都沒想到 這個趙德竟然禽獸都不如 他竟然晚晚進去公主的房間裡 還意圖想強姦去 幸好我及時說到 然後還丟了他一身 丟? 即是打他一身的意思, 雷尚爺 想不到原來漢太傅跟他有如此恩怨 我也知道這件事之後 趙德一定會懷恨在心 所以當我救出王子正兩母子之後 我就想和公主他遠走高飛 誰知道這個趙德就死出督我背脊 說我帶回來的王子正是假的 督? 督我背脊的意思 即是死出造謠的意思, 雷尚爺 趙德這樣做, 對他有何益處 雷尚爺, 趙德他為了個人的恩怨 不惜冤枉王子正 已達到他借刀殺人的目的 說到底, 他也想置杭少龍於死地 我不想因為我 而令王子正的聲譽受損 所以我這次來 是希望呂相爺治我一死 如果我死了的話 趙德他就不會再誣衊王子正 希望呂相爺成全 王太傅請放心, 所謂事實勝於雄邊 本上豈會如此聽信, 照得一面之詞 不過有一點不多明白 何以王太傅會為了王子正的聲譽 以救死? 雷尚爺, 你真的有所不知 自從我認識王子正之後 他不但對我很好, 而且還毫無價值 我跟他回來鹹陽之後 他還在大王面前, 推舉我做太傅 其實在杭少龍的眼中 王子正不但聰明 而且還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將來我相信他一定會 承繼他父親優良的血統, 成就大事 說不定還可以統一天下 所以沒理由因為我和趙德之間的恩怨 而影響到王子正這麼大的前途 為了報答王子正對我這麼好 我杭少龍就算死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次 都是覺得死而無憾 杭太傅有營救華貴夫人 和王子正回國的大功 本上豈會聽信愛人的殘言, 殺害忠良 杭太傅, 請氣 謝謝呂尚爺 難得杭太傅對王子正忠心耿耿 今後交道王子正的重任就交託於你 呂尚爺實在說得太嚴重了 我杭少龍一定會盡心盡力地幫助王子正 請問呂尚爺, 你放心 那就最好, 杭太傅操勞, 請回人 那我先走了 李雙爺, 你不會聽信杭少龍的回言煉魚 是嗎? 杭少龍說的既是一派回言 本上豈會這麼容易輕信? 李雙爺, 果真名賊秋毫 當然, 本上中環官場多年 雖然說真話, 雖然說假話 難道也分辨不出嗎? 這個當然了… 人呢? 李雙爺, 馮酒 你們出去 蕭妍君, 本上如今買得如此重大秘密 你應慶祝 其實本上也有一個重大的秘密 我只要說過你知道 就是本上最痛恨的 就是被人要脅 誰人要脅本上, 誰人就要死 我都要脅本上, 誰人要脅? 你不會看客人的人要脅本 你來不是? 你今天要脅本上我 我只要是你 我只是想在的時候 你會扯我 我也是 我會把你當我 你自己奔心的 我心想在你 别高兴 别以为叫千种 万岁千岁都会依你以愿来议众 下一世 别你谁叫他